我真的覺得超爛的 我覺得啦 如果你當初配不上我的話 你應該一開始就好自知之明啊 你怎麼會到最後覺得說你配不上我啊 你認真啦 這是藉口欸 網路上的十大票選 最瞎分手排名 第十名 我們比較像是家人 你有遇過嗎 欸 其實 我自己身上也有發生過耶 就是五年那個 對 我就會覺得在一起久了 然後很像家人 就是你還很年輕 你還想要體驗一些更多不一樣的人 總結就是呢 其實 每一段感情走到最後 都會變成就是有點像家人家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理由耶 所以就是很爛啊 你說他不 他只是不想在一起 就是膩了 而且我們只是從千千百百 千千百百的理由裡面挑選出十個理由而已 哈哈哈 第九名 第九名就是不會打扮 跟你在一起很丟臉 這有點像那個我那朋友的事情 欸 可是我覺得不會打扮這種事情 應該是從你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應該 那網友票選的呢 全部都是理由 都不是真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去很認真去做偉大 也是 對 有道理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是這樣 有夠爛的 哈哈哈 第八名 你值得更好的 我配不上你 哈哈哈 欸 你就遇到啦 我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大宗的一個分手爛理由吧 就是 我沒有用過耶 你還沒用過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超爛的 我覺得啦 如果你當初配不上我的話 你應該 一開始就要我自知之明了 你怎麼會到最後覺得說你配不上我 你認真了 這是藉口而已 哈哈哈 我只是覺得 我 我輕生激勵的想法 把它講出來 有人跟你說我配不上你 所以 哦 我知道誰了 哈哈哈 我看他就寫給你的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因為他覺得他跟我收入有懸殊啊 他覺得他配不上我啊 錢不是問題好不好 根本不是理由 沒有 他只是覺得說 另外一個就是 可以給他人脈 可以給他資源什麼的 那他現在在哪裡 我怎麼沒看到 第七名 我在乎你 但我不愛你了 欸 這我太懂耶 你不太懂話意思 傻小啊 你不懂啊 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耶 就是 他就是什麼 那我沒有陷入了 因為這是假的 沒有陷入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很認真 真的 我們很認真的 我在乎你的感受 可是其實我不愛你這樣 我知道 這樣算不算是遷就啊 就是 我就是因為 我們之間有這種關係 所以我遷就你 但實際上 我心裡 不愛你 你知道下面的解釋我之前說 分了就 話給我 哈哈哈 我覺得在乎一個人 愛人的在乎 在說你不愛你 我覺得狗屁不通嘛 所以這是個爛理由 對啊 反正就是膩了吧 對不對 想分手了 第六名 個性不適合當情人 當朋友就好 可是這樣又不算是爛理由耶 對啊 這其實這理由還不錯 因為他已經試 嘗試過了 然後發現自己當朋友 我高中的時候 又有一個女朋友是 剛才在乎的時候 才覺得說 我們比較像是 兄妹之類的 兄妹嗎 哈哈哈哈 經弟 經弟 嗯 就那種感覺就是 沒有辦法走到 有些心靈上的悸動心 對 我覺得這個可能 也不是什麼爛理由 其實真的有人這樣子 所以他第六名 其實 我覺得他可以排後面一點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不應該在那麼前面 好啦 直接到第五名啦 OK 第五名 我家人不喜歡你 欸 其實很多耶 可是我還 我跟你講我覺得這個也是 真是個藉口 怎麼說 因為我一個好朋友 他就是他媽 他爸家人都會討他女朋友 因為他做了很多努力 最後讓他爸媽喜歡上女朋友 後來結婚 所以這是一個超大的藉口 這看你要不要努力人家 對 沒錯 或者是他就是真的 很認真的把他的家人跟情人 然後就做抉擇 你有遇過這種 我身邊的朋友有 我的朋友是女生啦 然後呢 他有帶他男朋友回家過 然後他覺得 他男朋友的工作沒有前途 就是跟著他會吃苦之類的 反正就是很反對他們在一起就對了 那他就好好賺錢啊 確實 所以女生其實沒有放棄 反正他們後來分手的原因 也不是因為這樣啦 但是真的是有遇過這種事 哈哈哈 第四名 我們先暫時分開比較好 但是這種暫時都不是真的暫時啊 就是 哈哈哈 常有人說不出分手兩個字 就以暫時分開 為感情默默畫向句底 超爛 但是我覺得這有點托你帶走 那你們分手通常都會這麼做 我覺得我們沒有未來 我可能會直接這樣講 哦啊 欸 這樣子 就沒有未來啊 就是 我看不到我們的未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如果是你聽到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我沒有被人家這樣講 那假如我這樣跟你講 不是啊 假如 那我會跟他說 那沒有 那你想要的未來是什麼 嗯 那我可能就真的會講 哈哈哈 不是耶 可是我們這次正當理由的分手 人家那是很瞎的啊 你是真正的理由 如果我 如果我 我提假的話 我很多理由都會敗啊 你理由 我會用我的癌症 哈哈哈 哈哈哈 OK 第三名 搞失蹤 直接人間生發 這種應該是在交友軟體上 比較容易遇到嗎 哈哈哈 聊著聊著 搞失蹤 人間生發 你要講你一個朋友嗎 哈哈哈 對 我一個朋友 對 跟家醫院的護士 然後 本來要栽集 後來他 想一想就覺得不要 嗯嗯嗯 你的朋友以前是那個業務 對 就是醫療的 就是醫療的 然後搞上裡面的護士 對對對 然後打了兩次砲之後 覺得還是不適合 嗯嗯嗯 然後信事不合 搞失蹤 我不知道是信事不合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你你你不知道 OK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就是 直接跑走 對我來說 怎麼說 可是我覺得你要負責任 就是你搞失蹤之前 一定要傳一句 其實我剩 30天的壽命 剛剛 常去裡面常看到這種夢 欸 這很恐怖 因為如果說 你你前一天還在那邊 喔 愛你喔什麼的 然後隔一天這個人直接不見話 其實對方很擔心耶 真的不要這樣子 然後第二名 你算命的時候八字不合 星座寫情不配 欸我曾經問過耶 我不相信星座 所以我對我來說 你不相信星座 你有遇過什麼什麼 沒有遇過 子類的類型的分手的話嗎 其實我沒有遇過耶 我沒有遇過說星座不合的 但是我曾經有遇過就是 我問 我問前 我問男朋友說 欸如果我們去算命 然後 算命的說我們的八字不合的話怎麼辦 然後對方都回我說 啊那不合就不合啊 就就就本手啊 不然怎麼辦 第一名最近很忙 想說在工作上 這應該蠻常發生的吧 最近最近比較忙 想說在工作上 這個很多人都這樣子 但是其實他就是一個理由而已 你有遇過嗎 我一跟他說我那一個 很爛的 他說 我有負債 不是你不覺得這個理由這麼爛的嗎 那我第一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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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招 我在外面欠很多錢 其實蠻有用的 在這個時代 如果你要說 就是 你在外面欠很多錢 這種爛借口的話 麻煩你出去講高一點 好 在一起只需要一個理由 但是分手可以有千千萬萬個理由 分手的理由白白種 不外乎只是不愛了 還是希望大家面對分手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的處理 在這裏 在一起 感谢观看